这一代人就是前不久还有记者问我 特别是当代文学这一摊 那么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莫言 石铁生 阿诚这批作家 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当代文学非常主流的作家 简单地说吧 40年都不过时 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 鲁迅那个时代也就是十几年 二十年 我的一个简单的概括就是说 他们的本身好像没有变 但是他们跟社会的关系在变化 他们从先锋变成守望者 这个过去的40年呢 社会变化巨大 科技变化 国力变化 读者变化 整个文学的生态巨大变化 穿越网络等等等等 作家他们就像文道说的 他不像石铁生 他就认住他一个理 对不对 他就要写他这个东西 莫言说他十二十岁饿肚子的那个感觉 是他创作的这个动力 所以你外界环境变了 他们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 他们是社会思想解放的先锋 现在呢 他们是某种就是说文化 怎么来说 改革开放的守卫者 所以为什么40年不过 就是说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人是与时俱进 但我觉得你拍的这批人啊 不忘初心 这说法有意思 专注 专注于一 你就在家里看看那些石头 你看那些石头就是一种定力 不是啊 你比如说 我玩这个剁手的这个 我上了几天的瘾 上了几天的瘾 我估计你像有的人那就是摆脱不了了 因为你知道真的好便宜 我就发现十块钱 集中一满足 这个网购啊 现在这个五块钱的 十块钱的 这他能给你寄来 二十块钱的 一个小烟灰缸也可以拿来玩玩 对吧 就是说 在很便宜的东西里也能淘到宝啊 这就像是他们那个玩古董的 捡漏嘛 有的时候很便宜的一个东西 也能选到好的 只要你有审美 有眼光 货币三家 又能七天无理由退货 对吧 就是说这是一种乐趣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 未来真的有可能 我们要警惕进入这个游戏的时代 就是很低的成本 你以为很便宜啊 我就是买错了 也不损失什么时间 可是你现在发现没有 你的一生啊 有多少个24小时 你的时间 你的注意力 这个东西 比你掏的那个十块钱买一个 对 要金贵多了 这个价钱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警惕的事情 还有一条 你要想想 这么方便是建立在起手啊 那些起手目前的廉价劳力的基础上 他不会永远的 对 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对 他们啪啪啪给你送来 你知道 但你的方便的前提是 满街的这些摩托车 对 我隔离的期间 要了一盒鲜肉月饼 送错地方了 送错地方 他送到另外一家店去了 我一打他这个店的老板 他说 好 没关系 我跟那个起手讲 叫他重新送货 起手哭着给我打电话 因为什么 这就叫他赔啊 你知道这一盒就八十几块 我估计他大半天都白做了 后来我说算了算了算 急死了 你知道 所以这些怎么来说 不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对了 徐老师 你说的太好了 就是你看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这个现代艺术的一个概念 我有一次在纽约街头 我就看见 我忘了那个什么popular 什么cheap 就是他有几个概念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他是便宜的 流行的 为大众的 是某种程度上是 就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能消费得起 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 就是价格在便宜啊 对 而且就像你说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说这个物流 因为量的原因 他把这个成本呢 摊得特别薄了 对吧 但是我不懂经济学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不对劲 他总是一定是最合算的 大学里的老师发牢骚 说 cheap younger better 就是找年轻的老师 就是便宜的 年轻的 更好的 就是你知道 这样的话 这个造成一个竞争啊 是 但是无法阻挡的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啊 这个计算 真是 你算不过他 我就发现就是说 过去你看 我们80年代的时候 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说的是 服务态度不好了 感觉要提高服务态度啊 对不对 那个时候不是说商店 也就是贴助一点 本店不打骂顾客吗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感觉 这个商业服务提供的 太好了 至少我碰见的 因为呢 他有个打分机制 比如说我记得几十年前 我们经常碰见的是 服务员态度 不好的问题 现在我发现 我碰到更多的 大家也有不好的啊 但是我现在 我感觉到 我碰见更多的 是生怕你有意见 生怕你不给我打五星 然后哎 您觉得我刚才服务还行吗 行那麻烦您挂了电话之后 给我打一个五星啊 就是 你可以说这个竞争 是如此的精密 而且有时候你说 这个好玩 从你订了一本书 然后啪这个手机上啊 您这个 您这个书 您这个书 已经到了杭州火车站 您这个说 哎呀 我觉得有时候 你知道吧 我也 也太过分 我到杭州火车站 哎呀 然后你知道吗 很满足啊 你就感觉 从杭州 然后这个货物已经到了哪 它画出一个路线图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跟玩这个电子游戏呢 你想着我买的这个哪怕是20块钱的东西 哎呀 你就想象着他从杭州现在到了天津分检站 咔 然后又到了某个这个反正送货员手里 然后咔 现在到了北京大兴的那个什么货厂 咔 然后你想哎呦到北京了 很快就要到我这来了 我以后到哪 中间又给你打电话 你知道吗 你不由自主的跟踪着这个过程 可是我过了几天如梦方形 我需要知道这些吗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啊 你知道吗 你就全给绕进去了 它这个服务是更好的 其实更为你贴心的 可是现在你反倒要警惕了 这个东西你花了多少时间在里面 你的生活本来我应该琢磨琢磨 圆轴派的话题了吧 你的生命就在大兴跟天津之间耗掉了 对对对对 哎呀 你想想看就是 当然他们这样做 对我们消费者是好的 应该表扬 但是现在轮到消费者 你要有充分的自制力 你这样的生活 你这么复杂 你不觉得你活得太复杂了吗 就是你要跟踪每一个物流 到你这 他就给你显示啊 他显示你 你很舍不得不看啊 我买这东西 主要这个手机在边上 噔一响噔一响 所以我就 你可以把提示关掉吗 我就由此我有很多这个想法 你比如说你像徐老师 你像你们这个这个书 我现在就觉得哎 这个妖风 你为什么要有各种东西啊 因为英文梁文道的关系 我本身的认证 我已经做了 我看了 我我马上 我